8月5日,成都大运会篮球项目比赛继续火热进行 在四川省体育馆,运动员们在场上竞技拼搏,观众热情观赛 在球场四角,几位志愿者端坐在场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比赛 只要有运动员倒地起身,他们就迅速出击 快速清理地板上的汗水,再马上回到岗位 他们就是球迷口中的擦地小哥 今年25岁的黄卫峰就是擦地小哥中的一员 在成都体育学院读研究生的他,主动报名并成为成都大运会的一名志愿者 面旁清秀,身体单薄的黄卫峰,在场上干起活来十分干脸 一有运动员对抗倒地,完成起身后 他就如同脱兔一般,拿上擦地毛巾冲进场内 半跪着快速清洁,并迅速离开 黄卫峰告诉记者,擦地工作要做到眼疾手快 清洁仔细,且不能影响到比赛 我觉得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是耐心 时刻注意场上的环境 可能在观众看来我们这个工作比较简单 但是其实我们工作最难的是掌握上场的时机 因为在运动员比赛的期间 他们留给我们擦汗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可能就只有一两秒 我们要在这一秒或者两秒的时间之内 将汗水迅速地擦干净,然后退出场外 让运动员能够安心地比赛 一场比赛下来,黄卫峰和小伙伴们 要进行二十多次这样突击场内清洁 黄卫峰说,清洁场地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小伙伴们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大家加强练习,一起讨论如何提高效率 如何应对大面积的清洁情况 经过不断的总结和磨合 现在工作起来熟练多了 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从最开始不熟悉的情况下 大家的拖把都不能很好的并排一起拖 我们相互练习,然后一起卡表 然后模拟赛场的状态 经过练习赛,热身赛 然后现在能够达到一个熟能生巧的状态 其实擦地只是黄卫峰工作的一部分 他的岗位名称叫竞赛器材助理 每天开赛前三小时,他们就要到达场馆 检查比赛训练用球情况 拍打篮球,测试手感,准备清洁工具 为球员赛前训练提供服务 很多人觉得擦地小哥的工作没那么光鲜 但黄卫峰不这么认为 他表示,志愿者的每个岗位都重要 自己能通过志愿服务工作有所收获 近距离感受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们的工作不只是擦地 包括赛前给运动员热身的胃球 赛后场地的清洁工作 我们也会承担一部分 可以参加这次的志愿者活动 其实不只是一份责任 更多的是我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然后能够参与大运会篮球场馆的工作 我也感到非常荣幸